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12iPhone10键盘的便利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从设定进来 从一般开始 找到键盘 点开最上面的键盘 我们这里有表情符号 日文假名日文罗马字英文繁体中文注音 缺了简体中文 下面我们从新增键盘开始 简体中文找到 拼音英文键盘需要挑起来 手写需要挑起来 点完成 这时候我们就增加了简体中文拼音 繁体中文手写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新增加的去掉 点编辑 把简体中文手写不要把它去掉 删除 还可以把这个顺势进行调整 把简体中文拼音 拉到最上方 点完成设定 回到键盘当中 下面我们再来第二个设定 文字替代设定 点右上方的加 这里有输入码 我希望我每次输入WU 就可以出现我的邮箱号码 点处权 再来是另一个 我希望我每次输入WUO 就能出现 我今天晚上有时间 把它处权起来 这就完成键盘的设定 我们回到实际音源当中 OK 我们打开讯息 给朋友发信息 取消 OK 这是发信息 那我们打上一个 英文符号 5 马上就出现 刚才我们设定好的邮箱 就直接可以发出来 再来看一下 我们打上WUO 就可以出现 我今天晚上有时间 这就可以节省时间了 MinyaSama 你觉得便利吗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 下一次再见